3月20日据美国媒体透露 TWICE与本月10日发行的新迷你专辑Ready to be 在美国第一周销量达到15.3万张 在本周的美国公告牌 Burlbor200排行榜上排名第二 打破了韩国女艺人 在美国单周销量最高的历史记录 同时 TWICE一日登上了人气歌谣的舞台 进行打歌活动 展示了新歌Set Me Free 在节目进入到采访环节时 当主持人问道 大家在闲暇时间会做什么时 子虞在回答时 因口误而引发兔宝们的爆笑 子虞说 我会喝一张凉爽无酒精的饮料 把一杯说成了一张 发觉后 立即低头尴尬地笑 引发旁边的姐姐们开怀大笑 不过后来都闲在泡泡直播上说 子虞没有口误 是因为子虞的憨笑 在现场听的时候 很大声 才引发其他成员们开始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